台北市副市長林毅華與文化局長蔡詩平 分別身穿設計師品牌服裝亮相 表達對時尚產業的支持 2023台北時裝州以多元共榮為精神 帶來一連串精彩系列活動 那其實這幾年來我們看到 因為我們時裝州的帶動 讓這個時尚產業能夠蓬勃 尤其呢看到很多我們設計師 能夠很有創新創意的展現 然後能夠跟國際之間來做相關的接軌 讓我們都覺得非常的與有容焉 尤其這次的主題叫多元共榮 那多元代表就台北的特色 台北就是一個最多元的環境 那另外共榮呢 我們彼此包容 但是那個榮 我們也可以用共同來光榮的概念 我覺得台北市也是一個 讓各種不同的想法都能夠發揮 然後呢我們共同來榮耀我們所有不同的設計師 還有不同的產業以及榮耀我們的城市 榮耀台灣 所以首先呢我還是要再次再次的感謝我們設計師們 帶給我們很多創新 讓我們看到整個的時尚產業是可以發揮 每人的不同的想法 再來我覺得更可貴的是 其實穿著每一個衣服都有它的理念的存在 像我這件衣服 它除了是一個時裝的設計 它代表著永續 代表著工藝 所以我要更 更是要對我們台灣的設計師們 獻上最大的敬意 因為你們真的就是 讓這個社會看到 我們所有的面貌的呈現 也感受到台灣的活力 跟台灣的創意 那最近呢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是檢國燕 為很多知名藝人打造各式精彩的服裝 其中10月22號 壓軸登場的閉幕大秀 將結合時尚藝術表演 與街頭流行音樂 同時攜手台灣知名服裝設計師 打造跨於多元的大秀嘉年華 在10月22號的時尚大秀 也有一些精彩可惜的地方 包括呢我們一樣是由 金獎導演陳振川先生所指導的 另外我們還是首度啟用 台北大巨蛋的松煙大道 這邊是不是也值得鼓掌一下 是我們台北時尚週第一次 等於是微開箱我們的台北大巨蛋 還有我們會結合了這個台饒文化 讓大家呢可以 我們就是不只是我們時尚人 不只是我們好像在同溫層裡面 我們跨出去 讓各個不同領域的人 一起來共襄盛舉 那時間是從9月29號到10月29號 為期十天的這個時間 我們從線上線下都有不同的 體驗跟感受 讓所有民眾都可以感受到 不只有在台上時尚大秀 時尚是充斥在我們生活當中垂收可得 只要你願意停下來駐足欣賞 實際上都是在你我身旁左右的 這次的主題是那個變體 它其實取自卡夫卡的變形劑的概念 就是因為我的品牌概念一直都是有點拉扯於 要做設計商業或是藝術的方面 然後這一季有點像是從自己解剖自己 因為卡夫卡裡面它變成蟲之後 它脫離了社會責任 然後但是它也不被這社會所兼容了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當代 如果我們是設計師 但是就可以展現出很固執很韌性的 藝術家的部分的話 或許在這時代反而是可以 是更獨特更苦的 所以在Fational的系列裡面 這次會展現出很多 可能正裝的結構 或是一些比較街頭元素的 鋪面外套一些 獨特的面罩類的單品這樣子 我是台灣少數 專門為藝人做服裝設計的設計師片牌 我們工作室大部分都在協助藝人做 不管演唱會或者是三金典禮 各種需要露出的服裝做設計 雖然它沒有太大的市場 但我們很Focus在這一區塊 那其實我們把我們的合作夥伴 當成我們很重要的一個靈感來源 所以在我們的每一季上 作品上面其實都放入很多 讓藝人可以更加的有 顯現自己特色的服裝元素 那系列作品上面除了以往 我們過去很常呈現的一些素材 怎麼樣的張揚的一些輪廓 跟服裝細節 我們都把它呈現在服裝上 包含印花跟手工的一些縫製 其實都有我一個人自己縫製完成 活動起跑記者會邀請藝人林雨昕 及范少勳 一同預告時裝週眾多精彩時尚大事件 林雨昕也將於11月22號閉幕大秀上 首度挑戰單缸走秀模特 今天這一整身呢 它可以說是完全零污染 零廢氣的一個做法 因為版型它也是很精準的 然後它沒有多餘的布料 然後褲子也是用工廠剩餘的布料做的 真的 對 然後百分之百的 什麼呢 猜 好難喔 太多 以前不是很流行講什麼 百分之百純棉嗎對不對 零添加 NO 百分之百的寶特瓶 喔 這是寶特瓶 哪尼 欸 喔 我要訂這一件 Thank you 很漂亮 謝謝 而且很適合你 謝謝 然後你在笑什麼 沒有 我剛剛看到設計師是這樣 YES YES 那Lulu要訂就YES 對 訂起來 因為最重要的就是要 還是要賺錢嘛 對不對 不然怎麼推出下一季 好 那這個你身上的呢 我身上是唐宗謙設計師的 那我自己非常喜歡 因為整體它這個 我身上的上衣是用桌巾布 那我覺得非常有紋度 很有夾的味道 那我的褲子是 所以這個真的是桌巾布做的 對 我真的很愛一些桌巾布啊 窗簾布上身 哇 I love it 而且它這個很有小細節 就是我手繡的布 它有一些紋綠 你會覺得很像開玩笑 我以為他在開玩笑欸 就真的是桌巾布啊 我是如果越認真講 你們越覺得我在開玩笑 對 越亂講 喔 所以真的喔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都沒有講錯 不是口號喔 實際上就是Everywhere 桌巾你可以拿來做唯一衣服 活動起跑記者會更搶先曝光2023台北時裝週獨家創作曲 呼應本屆時裝週多元共融的主題 而眾所期盼的年度時尚盛事將於10月份活絡整個台北城 邀請市民一同開啟時尚的無限可能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請到 想要的時尚 請到